大家好我是紅茶 不知道現在兇神還有多少人在用 我會覺得他現在越來越弱勢 是因為他開局的時候 如果像這樣子 就是甘寧一開始殺的時候 沒有降到半血 那他就打不出連段 就喪失了入場的優勢 就像這樣 讓首方的楊輝宇 找到喘息的機會 直接大招一發 直接逆轉這個情勢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那個 兇神是越來越弱了 等於是沒有什麼用 我也是想說把兇神改掉 改成其他的比較好防守的陣容 那不知道大家其他人的想法是什麼 尤其是現在神靈陣一個平一個強 真的要取代兇神的陣容太多太多了 還有人把他當作主力的嗎 我也是想說要擒 我應該把他agger來掉 既然看起來 好幾乎 很時候 還有替子 好幾乎 很早 我也是想說